好啦 恭喜這些入圍者 然後傷心 因為我們跟很多網友一樣 都覺得玩很大這麼努力做的節目 居然沒有入圍 我覺得其實很可惜啦 跟他多講一點的話我現在還沒整理好 不是 我真的 很複雜 五位雜誠 你要逼我講是不是 等一下 如果不行的時候我會打斷你 好 你事實可以打斷我 我覺得是這樣 各位偉大的評審 如果你真的覺得這些綜藝節目 你都覺得就像您剛剛提案那些理由 不應該入圍的話 那你乾脆都不要入圍好了 你就全部重缺嘛 我覺得大家這麼努力地做節目 然後你們就講這些理由 我覺得一點道理都沒有 而且玩很大這麼認真做的節目 還有其實每個節目都有認真做 很多節目他們都有他們可取之處 卻被你們一個巴掌這樣巴 然後說你們知識不夠 然後你們沒有創意 我覺得 創意跟娛樂性跟知識這個到底要 就是評審的眼光跟觀眾 可以相去這麼遙遠的時候 然後你們評審只要說一句 我們不是用收視率 我們也不是用收視率來評斷 我們不是這意思啊 對啊 但是我覺得 你們根本看不到大家的努力 你們也不懂綜藝 好了 好 可以是時候打斷他了 好 那個 在這邊還是要恭喜 非常恭喜就是憲哥 還有 Lulu 還有漢鼎哥的綜藝大人們 當然啦 我覺得入圍這些我們都很肯定 他們真的做得很棒 當然 是真的 目前幕後我們都有看到 小鬼跟羅志祥 我覺得他們主持真的也很有實力 我說實在 對 他們也是代表性的節目之類 對啊 那還是 總之呢 那些不用硬講 我知道我們兩個現在五位雜陳 不會不會 如果沒有什麼要講的話 那我們就直接進廣告 也可以啊 好 那休息一下囉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